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大家好 我是柱商普桓企划研究师经理许佳希 那很高兴呢 在新的一年能够祝福大家 我们新年快乐属年新大域 那当然这次我获得的一个考题 叫做2020的春联关键字 那就本人很丑的写了一个春 那还好我以前小时候写过POP 那其实春这个意思它有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就是说呢 我们认为房地产市场经过2016年的低谷 那在这几年的一个盘整之后 2020年应该会有一个新的圆满的一个好的发展 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台语的春啊 其实就是有盛的意思 那我们认为呢 其实在新的一年来说 整个市场应该会呈现一个丰盛引满的一个状态 但是要注意可能有些地方它会有村的余屋 那如果说在未来新的一年来说 你想要去做购物或者要去做一些其他的一个 所谓跟房地产有关的投资规划 那我们会认为2020年也许会是您一个 可以看清楚物件真正价值的一个好时机 那当然最后也是祝福各位能够在鼠年呢 顺利行大运 谢谢大家